各位投资通识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中原博立的Michael Cain 提起能量饮品 我就会想起送你一对亿的品牌 但是这个品牌怎么受认也好 和投资者都是没关系的 因为公司都没有上市 不过能量饮品又怎样指一个品牌呢 今集就跟大家分享 投资能量饮品股要知道的六件事情 第一点 究竟什么是能量饮品 第二点 能量饮品的健康风险和监管 第三点 能量饮品的行业规模 和不同品牌的市占率情况 第四点 市场一哥 源自泰国的Red Blue 第五点 市场二哥 联成Cocacola大放二彩的Monster 最后我们就会讲一下市场最新的势力 联成Petsico的后期之受Celsis 如果大家欢迎我们继续分享 想投资的不同知识和经验 请大家记得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看完之后认为 内容帮到手 都可以like和share给其他人 好了 我们先讲一下 什么是能量饮品呢 能量饮品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可以帮助到用家提高警觉性 能量和注意力 一般能量饮品都会有四种成分 分别是 咖啡因 维他命B杂 糖和牛黄酸 咖啡因主要就是透过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来提神 维他命B杂对人体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 能够进行身体三大营养素 糖类 蛋白质 和脂肪的代謝 包含了所有神经系统 所以 食维他命B杂 会令精神变得比较好的 第三 就是果糖和蔗糖 进入了我们的身体 就会变成了葡萄糖 可以补充身体的能量 血糖比较高的时候 就会比较有力气去运动 和做其他的事情 第四样就是牛黄酸 这个氨基酸可以维持脑部的运作 加速神经元的增生 还可以保护细胞不受伤害 精神会比较好 对中年人来说 以前在香港最知名的能量饮品 应该就是日本大政制药出产的 力宝健 剩份主要就是牛黄酸 维他命B杂 亦都有一定的比重 不过如果说近十年 想起的能量饮品品牌子 一定会是送你一对液的Red Bull 留意一点 能量饮品是不应该 跟运动饮品 好像补抗力 和佳德乐等等混淆的 运动饮品可以补充人体的水分 并且提供到糖分 和好似蠟 和甲等的矿物质 今天分享的第二样 就是能量饮品的 健康风险和监管 刚才提到能量饮品 有四种成分 而绝大部分能量饮品 都会有咖啡因 咖啡因是最强的兴奋剂之一 导致心肌细胞内释放大量的钙 会对心脏使用氧气的能力 产生了影响 而且可能会导致心力不静 医生不建议大家一天 摄取超过300-400 毫克的咖啡因 因为过量的咖啡因 有可能会出现心肺 头云 肚荷等负作用 近年多个国家都有怀疑 饮用能量饮品引致心律失调 癫痱 神衰血 甚至死亡的个案 其实这些事件一般 是与不当饮用能量饮品有关 好像同时间饮用 含酒瓶饮料 或者饮用超过建议的份量 举几个实例 2011年 因为美国少女 饮用了1.5公升能量饮品 Monster Energy后死亡 即是大家想想1.5公升汽水 有多大瓶 就可以想到份量有多厉害 2008年 一名患有潜在性心脏病的英国男子 饮用了大量能量饮品 RedBoo后死亡 2001年 瑞典一名女子在一派对 饮用了RedBoo和福特加酒后 在跳舞期间突然找到最终死亡 至今并没有 研究证实能量饮品和上述死亡 死亡国案有关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在2019年曾经表示 有关死亡国案不一定 与能量饮品有直接的关系 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因素 包括死者本身的健康状况 以及他们 其实是否在产用其他药物等 好了 这里举个例子 大家以一罐经典的 8.4盎士RedBoo 作为一个例子 在一罐8.4盎士的RedBoo 里面有糖分大约27g 而每日一个男人建议 最多摄取糖分的上限是36g 一个女性就是25g 这方面糖分有少少似乎是超标的 卡路里方面 其实RedBoo只有一百一十卡路里 而一个男性 每日的上限 其实是2400-3000 女性的上限是1600-2400 在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空间 最重要的就是能量饮品最主要的成份 咖啡因 咖啡因来说 一罐典型8.4盎士的RedBoo 就会提供80mg的咖啡因 每日建议的摄取量来说 无论男性或者女性都是400mg 其实是喝5罐的RedBoo 才叫做开始超标 在香港、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 其他欧洲的国家 售卖能量饮品是合法的 香港并没有 定立规管能量饮品标准的具体法例 而英国 在2019年开始禁止向16岁以下 而同销售能量饮品 澳洲规定能量饮品的咖啡因含量 不可以少过每公升145mg 亦不能多过每公升320mg 好,今天分享第三点 就是谈谈能量饮品的行业规模和品牌的市场率 在2021年 全球能量饮品的市场规模是460亿美元 有调研机构预计 2028年将增加到1,080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大概8.2% 而亦有另一个研究 就估计 由2020年到2030年 行业规模的复合年增长率是7.3% 即是行业规模在未来数年 估计平均都会有中单位数的增长 在品牌市占率方面 根据2021年一份市场的调查 全球能量饮品收入最高的三格分别是 Red Bull Monster 和Petsico 市占率分别是44% 33% 和9% 根据一份2020年的调查 北美占了全球能量饮品销量的47% 当中 大约33%是年轻人经常饮用能量饮品 而在美国 66%的能量饮品消费者是男性 34%是女性 接下来说美国的品牌市占率的分布 根据2023年5月一份尼尔森调查公司的数据 Monster和Red Bull在美国的能量饮品市场 占有率分别是37.4%和35.1% 可算是刮头壟断 其实在这两个的一二位置都时有更替 另外新势力Celsus就占有了5.6% Taxi Call占了5.3% 而另一个品牌Ben占了3.0% 在2021年 Red Bull和Monster收入按年都分别增长了24%和21% 而Celsus就更加厉害了 收入按年增长了140% 在当年Monster和Celsus的收入分别是55.4亿美元和3.1亿美元 相距都有18倍 不过到2022年Monster收入按年升了14% 到63.1亿美元 而Celsus收入是升了108% 到6.5亿美元 两家公司收入的差距已经缩窄到只有10倍 根据市场预测 Monster和Celsus在2023年的收入增长 分别是14%和90% 两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收窄到6倍 Celsus市占了逐步卖向双位数 好 接着就跟大家进去谈论三间最主要能量饮品的公司 首先谈论市场的一个源自泰国的RedBull 在2023年5月 欧盟反垄断调查员 对总部位于欧地利的RedBull公司进行了突击的检查 怀疑它滥用在能量饮品市场的主导地位 可见RedBull在欧洲能量饮品市场的强势 RedBull很多时 包括我在内都以为一间欧洲公司是欧洲人创办的 其实RedBull原本是一位华裔泰国商人许书标 在1975年在曼谷创立的一个能量饮品品牌 产品经常被夜班的工人和长途客货车的司机饮用以提神 亦都有泰卷选手饮用以作为健身的用途 1985年 奥地地商人马特希之 坐完飞机去泰国或者Jet的缘等等的原因感到非常疲倦 因缘祭遇之下饮用了RedBull 觉得非常棒 效果非常严重 因此就决定 和许书标合资创立RedBull公司 各持有公司49%的股权 而其余2%就由许书标的儿子持有 公司由马特希之负责营运 行销到亚洲以外的市场 不过其实初期反映都不算是很理想的 但后来就以极限运动作为包装 而大受欢迎 许书标曾经因为RedBull成功而成为泰国的首富 不过就在2012年过生 家族是以天司集团持有RedBull的业务 而RedBull成功的真正工臣 奥地利人马特希之 其实在奥地利本身 都是因为这样成为了首富 就是RedBull那么厉害的一个品牌 诞生了两个地方的首富 不过马特希之都在2022年过生 而奥地利RedBull的公司暂时运作如上 不过中国红牛就引发了 好像加多宝事件的争论 什么是中国红牛呢 1995年 中国华芬集团将红牛饮品品牌引进了中国市场 并在1998年 和泰国天司集团合作设立了中国红牛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中国红牛已经成为了中国能量饮品的龙头 不过2016年10月 天司集团就向中国红牛发起 双标侵权的诉讼 理由是双方约定的授权 到期后 中国红牛生产销售红牛饮品 属于双标的侵权 要求中国红牛停止使用红牛的品牌 中国红牛就提出 双方曾签订了协议书 约定合作期是50年 而到了2023年 这个争议仍未能平息 RedBull本身都积极赞助 极限活动 相信大家都感受过他的宣传的威力 包括了全球最受欢迎的体育活动之一 一级方程式赛车 亦都有赞助 他的车队在2005年 初战F1的赛场 自2014年起 连续四年曾经获得年度车队的总冠军 不过之后 成质就比较沉迹了一段时间 到了近年 再起 在2022年和2023年 再次获得年度车队总冠军 其下的车手 韦斯塔本 更加是近三年的车手总冠军 除了极限运动之外 RedBull其实都有赞助其他运动 包括欧洲有两队足球队 分别是德国的 RB 来比石 以及奥地利的 撒尔斯堡 留意足球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 这两队其实都是前列真表分子 亦都在欧联的赛事经常出现 他们也出阵了很多不少的知名球员 当中包括了 现时效力英国曼城足球队的射手 挪威球员 夏兰特 好了 讲完这个RedBull RedBull本身就不是一间上市公司 不过另一个寡头垄断的朋友 Monster 已经上市了多年 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个 陪伴成长的投资的机会 Monster的重要时刻 相信就是 Cocacola在2015年中入股 当时是用21.5亿美元 买入了16.7%股权 其后因为Monster本身也持续回购 股权变相增加到19.3% 到了2023年10月 这个投资已经升值到100亿美元 最重要的是 Cocacola利用了 它在美国和全球的 分销网络 帮助Monster能量饮品 加快推销到全世界 收入和盈利 由2015年开始 至今 连续增长了8年 Monster自Cocacola入股之后 股价在2023年中的高位 8年间上升 超过160% 平均每年复色增长13% 公司每股盈利在2015-2022年间 亦常升至133% 平均每年复色增长13% 不过公司的市人率 在期间每年最高 都达到35-40倍 这些水平 以盈利增速计 其实它的品牌日价 也算是挺高的 但在最近的高息环境持续的下面 存在了股值架降的风险 投资者需要留意一点 Monster公司主打 Monster Energy 产品线之外 亦都同时经营很多不同的品牌 当中 Rimstorm 现时是增长最快的 成分和推销策略 算是和新势力能量饮品品牌Celsus 作为一个直接的竞争 好了 现在就讲一下 新势力Celsus Celsus成为了能量饮品的新势力 原因很多 可以归纳几点 根据公司的声称 饮品用了的成分 主要是来自天然 并不包括人工防腐剂 人工香料 或者人工色素 另外 根据公司清清 饮品亦有增加新层代謝 促进脂肪燃烧 和增加能量消耗的效果 即是你可以增加能量之余 还可以促进消耗 这是一个很大的买点 第三样 它们一包装为宣传 比较传统的能量饮品 比较清新 它们继续透过KOL去推介 而主打建美和旅程的市场 在2022年8月 Patsy Code 入股了Celsus 8.5%的股权 并且利用了它自身的美国和全球分销网 帮助Celsus能量饮品 加费推销 就像Cococola在2015年日本monster的策略 不过Patsy Code在能量饮品市场发展 比Cococola近理想 它本身透过自己发展 和收购其他品牌 像Rockstar那样 现时其实是全球市场占有率的三哥 虽然比拐头两断的两物品牌 都较为落后 2023年 Celsus已经利用了Patsy Code在美国的销售网络 带来持续的高增长 管理呈认为这方面的红利仍然未有用尽 在2024年会开始透过Patsy Code 加强托展国际市场 可以看到Celsus的市场增长空间仍然很大 Monster算是比较成熟的能量饮品品牌 现在的纯利率已经稳定了22-24%的水平 这个也是Celsus的长期目标 不过短期目标仍然是想尽快 扩大市场份额 会暂时牺牲盈利的水平 市场预期Celsus在2023年可以恢复盈利 未来两年盈利都会以平均每年 40%以上的增长 但是纯利率会在比较低的11-12%的水平 Celsus的股价 至2020年开始受到市场的追捧 在过去三年升了6.8倍 在2023年10月 公司的2023年和2024年的预期市盈率PE 分别高达100倍和70倍 这个高股值固然是一个风险所在 亦都会反映在股价较大的波动上 好,再次多谢支持投资通识 希望今集可以帮到大家 在投资monster或者Celsus等能量人物股前 有基本的形式 如果大家欢迎我们继续分享投资的不同知识和经验 请大家记得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 如果看完认为内容帮到手 可以like和share给其他人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